嗨 大家好 我是大熊 今天呢这个小林老板呢又来抓这个鸽子了 我们来帮忙一下 今天呢是11月10号吧好像 感觉这个时间过得挺快的 三几天呢又来抓一次鸽子 好 现在呢我们要先把上面的这个棚的这些三龙鸽子给它排下去 好了 这个鸽子呢已经过过到他们的笼子里面去了 现在呢已经处理好了 现在这个小林老板呢就准备开去菠萝那一边了 最近呢这个产量有点低啊 五天的话只有905只啊 而且还是算上我们上面的那一栋的 这个产量呢真的有点低啊 还惨不忍睹啊 只能说 嗨 大家好 我是大熊 最近的鸽子的价格真的很低啊 持续10块钱一直已经差不多一个月了 其实按常理来说呢10块钱的话是要亏本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鸽料越来越贵了 鸽料最近这段时间都是每过几天就涨一次 每过几天就涨一次 真的涨得有点夸张了 所以这个鸽料的成本很贵啊 就是玉米 玉米嘛 涨得很快 我看呃到明年夏季之前的话 这个玉米估计也是价格不会降 不会降下来的 可能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呃 要等到玉米就是收成的时候可能就会降一些吧 但是今年 呃 今年在过在过年之前的一段时间 估计也不会降的 所以这个搞养殖的这个压力还挺大的 这个养鸽子呢 呃 大家也看到啊 就是像我们这 像我们自己的话呢 呃 这个产量最近也是不是很高 呃 就是按常理来说要产 至少5天的话要产1000多只比较合理啊 呃 现在呢 就产了 呃 这一次大概也就只有900多嘛 这个很低啊 这个这个产量 呃 虽然这个养殖师傅鸽子师傅已经挺努力啊 但是一直提升不来啊 我一直没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鸽子师傅的工资是多少 一般来说呢 4500对左右的话就是 两个人嘛 一般请 大家请这个鸽子师傅都是请两公婆的 一男一女的 他们就分工合作 我帮你把这个鸽子养好嘛 嗯 一般都是大概1万1万一个月 工资的话 呃 就是按提成 无论是保底啊提成 就是综合起来的话 一般都会超过1万的 就是他的呃 产量高一点的话 就1万多一点嘛 一万二三这样 产量低一点就1万左右嘛 所以呢 呃 对我们这种 呃 投资养鸽子的人来说呢 这个压力是挺大的 因为 呃 本身这个鸽子价格这么低 然后鸡料成本又高 然后人工成本又高 呃 所以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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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年 估计也是要亏的 要亏挺久的 嗯 这个 感觉很难支撑下去啊 有不少小伙伴经常在平台上问我 就说 这个养鸽子 呃 就是 能不能挣到钱啊 因为我看有挺多 呃 小伙伴呢 对这个养鸽子这个事情 呃 挺有兴趣的 估计是有这方面的兴趣 所以呢 才会来问我这种事情 呃 但是我只能说 兴趣这种事情 嗯 都能当做是 最好不要把它当做是你的职业吧 如果你在这行没有说比较有 呃 在这行没有说很有经验的话 就不要把它当做是你的职业了 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行的话呢 尽量不要搞 因为你在家里面自己养几只鸽子来玩 倒是挺好的 但是你一旦把它量化成一个 呃 呃 几千对的这样的数量级的话呢 就非常的困难 因为它的技术要求又高 然后呢 现在 呃 现在市场的价格又很低迷 呃 呃 变成你自己不会养的话 也要请人来养这个鸽子 所以呢 呃 呃 亏本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呃 像我们的话我感觉 支撑不了多久了 嗯 因为这个人工成本其实是还是比较贵的 嗯 可能 我觉得 看明年的情况吧 这个不行的话就只能就说要出手一些了 这个 呃 呃 所以就说为什么我不太建议大家 涉及这一行就这样的道理 嗯 它受市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像今年的行情的话确实很差 呃 并且呢 这个饲料成本又贵 呃 一般人是很难支撑下去的 能支撑下去的是哪种人呢 就是那种 呃 自己有点技术的 自己养的 就是能增个 呃 增个 呃 人工咯 那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种这个 种这个人工 不过就说你自己会养 懂养的话呢 它就 呃 成本不用这么大吧 对不对 呃 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有不少养鸽子的人 他们都经常去吹嘘自己能挣多少钱 挣多少钱 挣多少钱 呃 我感觉呢 很多都是骗人的 呃 呃 我们接触了这一行之后 就觉得 要从这一行捞到什么 利润啊 其实真的很难啊 根本就没有像他们所说的 就说一年挣多少万啊 多少十万啊 还有就是 为什么 呃 挣不了这么多钱 就因为产量做不上去 我发现呢 呃 很多人都是没有办法把产量做上去的 他们经常说自己的产量很好 而一般来说呢 养鸽子它产量是怎么样的呢 就假设呢 你要养一千对 呃 一千对的话呢 如果你一个月 呃 能产到 呃 一千八百只鸽子 呃 那就算是行业的顶峰了 就是说是最厉害的那种人了 但是呢 呃 大部分的人的水平是怎么样呢 就是 呃 一千左右 一千多一点 一千二 一千二三左右 大概是这样 有很多 很多那养鸽子的师傅也经常说自己 啊 很厉害啊 这个产量能做得很高啊 呃 但是呢 真的没有他们所说的这么厉害 很多 就是很多鸽子老板 他们也是经常不跟别人说实话的 经常呢 呃 就跟别人说他自己的鸽子产量很好 经常呢 能一个月 呃 产一千八以上 其实呢 这根本就是不现实的 根本就是 能产出这种数量的 呃 我几乎是没有见到过的 那些说出 说说自己能产这么多的那些人呢 啊 他们都是 吹水大王来的 我感觉这个行业里面的大部分的那些 老板啊 那些从业者啊 都是有一种 自我吹嘘的那种 那种 那种 呃 就是喜欢就说自我吹嘘 就是说 喜欢说自己挣很多钱 喜欢说自己的产量很好 那其实都是骗人的 就是我感觉在这个行业里面 呃 真正能挣到钱的人 其实很少 特别的少 呃 就说能挣到钱呢 大概率都是那种 呃 自己养的 就是说你除去了 呃 人工的费用的 那么这个 这个伙食费的话 倒是 倒是可以的 就是说 你呃 不用人工啊 那么你就除去了人工啊 其实人工还是挺贵的 出去人工的话 那么你可能 呃 厉害的人一个月挣一万多啊 对不对 一万多 两万啊 都是 就是说还是可以的 啊 但是如果有 你要算人工的话 其实大部分的老板都挣不到什么钱 你不你自己的老板都挣不着急 你什么这么多了 那小姐给你去看 你自己的老板都挣了 我也是最喜欢绑签子 你找我一个人工程 你都你们想要在那一面 不是东西人公里 aven着 呢 我是不是 他帮我 就是你三公里 我就是一个帮忙 他说什么 我不是我们的老板 老板都说 你对我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